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蜆一定是小隻 肉質比較薄和粗 文理上不規則 薄和沒有特別的味道 通常人們會用來試椒炒 因為香蕉炒的味道比較濃 還有粉會令蜆滑 沙伯大隻一點 文理會比較齊 有什麼特性呢? 肉質比較滑 但還是薄的 蕃薯蜆一定是大隻 大約5元 肉質比較厚 但沒有什麼味道 也是偏淡 沒有什麼鮮甜味 我建議煮一些放湯 或者蒸 蒜蓉 比較好吃 花甲的文理很漂亮 肉質偏鹹 而且有甜味 所以花甲是最貴的 因為它本身的味道很鮮甜 我們會選擇用一些油鹽水 或者潮式 加一些肉 蘿蔔去煮 帶回花甲本身的鮮味 如果用士椒炒 就破壞了花甲本身的甜味 就會有點浪費 很多人會用60度或70度暖水去浸 但是有一個不好處就是 當你浸了的時候 它的肉質會開始有少少熟 到你煮的時候 很難控制 很容易會煮熟 煮熟 要是放油 因為表面浮了很多油的物質 當你煮的時候 你就很難去控制它 而且成效也不會很大 基本上你用鹽就可以了 還有所有顯體的鹹水的物體 當它一些淡水浸著的時候 你下兩匙匙鹽 它會覺得它在生長環境上 它就會吐沙 但是我們吐沙的過程 必須要有半個小時以上 吐完沙之後 它的表面 你只需要煮的時候出水 當你用滾水出水的時候 它會將所有的 污髒的東西 全部帶走 大概兩三秒左右 你就要倒起來 就不需要去 即是去刷 或者去沖 好 少許 吃 吃 吃 就 吃 沒有 按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